欢迎继续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 自今为您演播的 长篇玄幻小说 《一箭独尊》 精彩继续 《一箭独尊》第十二章 大长老怒指叶玄 脸色气得铁青 叶玄冷冷看了一眼 大长老等人 冷笑说道 大长老 说好的我与他生死比武 然而你等却突然出手 大长老 你居然连你的老脸都不要了 这天下人可都看着呢 你就不怕叶家 成为天下人的笑柄吗 听到叶玄的话 场中总有人 纷纷看向叶家 这些人神色颇为古怪 说好的单挑 而叶家却是齐齐出手 这哪里是单挑啊 这是群偶啊 底下已有人在议论纷纷了 而另一边 那李玉三人相视了一眼 三人眼中 其实带着莫名的笑意 意外啊 大大的意外 他们并没有想到 这叶狼达到玉器境之后 居然不是叶玄的对手 这对他们三家而言 这自然是天大的好事 李玉站了起来 他看向那叶家大长老 说 大长老 你让我等来观看兵武 怎么 你少让我们观看你们叶家 去挠一个少爷们 一旁张烈冷笑说 这就是传说中的叶家的生死兵武 一上生死台就去挠 真是要笑死个人呢 城主江念 看了一眼大长老 淡声说 大长老 这天下人 可都还看着呢 大长老脸色极其的难看 他看了一眼身旁的叶狼 此刻叶狼身上穿的那件内甲 已经碎裂成片了 不仅如此 叶狼嘴角不断流着血 显然是已经受了 惊畏严重的内伤 继续出手 必定会被叶玄所斩杀的 念几次 大长老双手缓缓地紧握了起来 就在这时候 不远处的叶玄突然笑道 看来大长老是不打算 让我与他单挑了 就是不知道 准备要找什么借口来除掉我呀 来呀 说呀 我听着呢 大家也都听着呢 大长老抬头看向叶玄 叶玄 老夫怀疑此次比武不公平 你绝对作弊 你就在这时候 叶玄突然怒指大长老 作弊 老狗 你能不能含药点脸 老子与他单挑 老子赢了就是作弊 你这脸比老子屁股还厚啊 大长老 大长老凝声说 叶玄 大长老子弟听着 叶玄反上作乱 给我射射他 显然 他已经什么都不顾了 哗的一声 底下一片哗然 哎呀 这叶玄当真不要脸啊 这是输不起啊 何止是输不起啊 简直是无耻至极 人家赢了就是作弊 这叶家大长老 怎么是这副德行啊 那有什么办法呀 那天选之人 可是他的亲孙子 他怎么可能让他死啊 只是这般做法 实在是太无耻了些 看台之上 严城的中年男子 与罗城的美妇 相视一笑 皆是摇头 眼中毫不掩饰着鄙夷 生死台四周 那些叶府强奴卫 面面相去 这时候 大长老怒吼道 还不会舍舍的 那些侍卫犹豫了一下 正要出手 而这时候 一道声音 突然在场中响起 组长出关了 文言 大长老身体微微一颤 他看向叶府门口 那里一名中年男子 缓步而来 此人正是叶家 现任家主 叶藏 也是叶家最强者 见过组长 场中怂有人 纷纷败道下去 叶璇看了一眼叶藏 没有说话 叶藏走到生死台之上 他看了一眼大长老 你干的好事 大长老脸色有些难看 他微微一理 组长 叶藏没有理大长老 而是对四周报了报权 说 让诸位见笑了 说着 他看了一眼那大长老 此刻起 除去大长老的长老身份 便为一般长老 终生不得掌权 文言 大长老面色微变 正要说话 叶苍 却是看向叶璇 说 此事就到此为止 可否 叶璇摇头 他指了指不远处的叶狼 我与他的生死比试 可还未结束 文言 叶苍眉头为重 这时 大长老与一帮长老 走到叶苍的身旁 大长老沉上说 组长 叶狼可是天玄之人 而且还引来了天地异象 日后前途无量啊 虽然他败给这叶玄 但是 这叶玄丹田野魄 已是废人一个 这一生极限 不过是一介五福 根本不可能走出这青城 叶苍冷冷看了一眼大长老 他丹田之事 是你做的吧 大长老双拳紧握 是我做的 组长 他已经没有未来可言 而叶狼却守着 无限的未来 今日保他 未来他必定能够 光耀我叶家 周围那些长老 也是纷纷附和 叶狼是杀不得的 这关系着叶家 未来的荣辱 等等等等 叶苍沉默 任何一个家族 都需要天才 叶玄丹田一破 无疑已经不是能 挑起未来叶家的担子了 但是 这叶狼可是天选之人 而且还是引来 天地异象的天选之人 叶家 需要这样的人 念几次 叶苍看向叶玄说 即日起 除了世子头衔 恢复你以前 所有的待遇 此事就此结果 明白 叶玄笑了 笑得有些悲凉 叶玄看向叶苍 其实组长应该早就知道 府中所有的事情 但是 组长并未出来管输 而是任由大长老他们 那般对待我 想来 组长不只是忌惮大长老他们 也忌惮我 忌惮我成长得太快 然后威胁到你 对吗 叶苍双眼微迷 你好不知分寸 分寸 叶玄笑道 组长 大长老等人 与这叶狼如此打压我 并且暗中害我的丹田 组长 你就一点都不处置吗 还是说 我叶玄已经是废人一个 注定走不远 所以 根本就没有了任何价值 也就不值得你去为我 得罪叶狼他们 对吗 叶苍死死看着叶玄 没有说话 但他的眼中 已有杀意 叶玄曾经 虽然是叶家天才 但是 他不是大长老的孙子 也不是他叶苍 这一脉的嫡系 如叶玄所言 他确实忌惮 而这一次 他闭关不出 也如叶玄所言 其实是为了让叶玄 与大长老死拼 他出来之后 可以削弱两边 平衡手段 作为一个家主 他并没有觉得自己做错 但是此刻 叶玄把这层窗户纸捅破 那就意味着 大家都没有回头路了 四周一片沉默 但是所有人都在看着叶玄 这一刻 即使是李玉等人 也在为叶玄布置 虽然世家现实 但是如此对待一个家族功臣 确实让人寒心 也让人不耻 这时候 叶玄笑了 笑得极尽悲凉 他转身看了一眼叶玄 眼中有着丝丝的波澜 似是意起了往事 我叶玄十二岁成为世子 为叶家死战过不知多少次 然而 所有的付出 换来的 却是这般结果 说着 他取下自己胸前的 一个叶家标志 丢在地上 我叶玄今日 当着所有人的面发誓 此刻起 我叶玄与我妹妹叶玲 此生不再是叶家人 我兄妹二人 生与叶家无关 死也不会葬入叶家族词 文言 场中所有人 脸色顿时变了 特别是叶家等人 退出家族 这在清城可还从未出现过的事情 即使那李玉等人眼中也满是难以置信 这叶玄是当真要与叶家冲裂呀 叶玄看着叶玄 这是你的选择 叶玄没有说话 转身就走 就在这时候 大长老突然说 瞒着 叶玄停下脚步 大长老冷冷看了一眼叶玄 然后看向叶苍说 族长 此人虽然丹田已破 未来没有前途可言 但是此刻他的战力可不俗 而现在他对我叶家必定怀恨在心 现在若是不出去的 日后必定会成为我叶家的心腹大祸 一旁 一名黑袍长老陈胜说道 族长 这叶玄公然背叛家族 若是此时不杀了他 日后难免有人效仿 而且 此人战力不俗 若是被别的几家招揽 对我叶家而言 是一个大祸呀 闻言 叶家那些长老连忙附和 叶苍死死盯着叶玄 突然 他右手抬起 很快 场中所有叶家强弩卫 纷纷手持强弩 对准了叶玄 心随之 叶苍冰冷的声音 在场中响起 叶玄公然背叛家族 按照家规 当立即处死 杀了 就在那些强弩 为要动手的时候 这时 一道声音 突然在场中响起 行吗 众人闻声看去 在不远处 一名手持长枪的女子 缓步而来 见到这名女子 大长老等人 脸色顿时就变了 不仅大长老 就是江念等人 脸色都变了 特别是江念 他连忙跑到那女子面前 然后伸人一礼 属下情成成主 见过国事 国事 来人正是安兰秀 江国最年轻的国事 而国事在江国 那是见官大一级 甚至连国主 都无权约束他们 至于国主之下 任何江国官员见到 都要参拜的 这时 一旁江城的中年男子 与那罗城的美妇 也是连忙走到 安兰秀的面前 两人微微一礼 中年男子说 在下莫行 代表严成莫家 见过国事 那美妇 也是紧随着说 在下瑜伽 代表罗城瑜伽 见过国事 他们个人 是没有资格来大话的 唯有带上各自的家族 才能勉强来大口话 安兰秀 微微点头 我有事处理 三人连忙 让到了一边 在所有人的目光之中 安兰秀 脚尖轻轻轻一点 整个人宛如一缕 清风飘气 然后潇洒地 落在生死台之上 林空静 总有人 倒心一口凉气 江国最年轻的 林空静 安兰秀 环步走到 叶环的面前 你我两日之约已到 四周 所有人呆若莫及 特别是大长老等人 更是如同失魂了一般 他这是要挑战叶环啊 长中 有人回过神来 惊呼着 天哪 他真的要挑战叶环 这 这怎么可能啊 不远处 大长老 犹如失魂般 喃喃说道 怎么会呢 他怎么会挑战一个 丹田已经破碎的叶环 这绝不可能 叶苍 双拳紧握 死死盯着 不远处的叶环 在所有人目光之中 叶环看向安兰秀 好 声音落下 他掌心摊开 一瞬间 在他掌心之中 出现一柄剑 灵剑 这一刻 长中 所有人实话 他是一名剑凶 长中 又声音突然响起 伴随这道声音响起 周围突然 安静了下来 几乎落针 可闻 您刚才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 紫禁为您演播的 长篇玄幻小说 《一箭独尊》 下集更精彩 由于